好 您刚才听到就是马英九总统第一次针对中科三期的案件发表看法 但是有法律学者认为总统把公共利益跟厂商的利益画上了等号 这样的发言并不恰当 环保团体也批评总统公开评论司法判决已经伤害到司法的独立性 经济和环境哪个应该优先 短短的两个礼拜 总统马英九的看法显然不太一样了 跟经济或科技的开发严重的伤害到我们的环境的话 那么以环境保护为优先 哪一种应该优先完全要看事实的情况来决定 你不能够任何一种的无限上纲 环境经济谁优先话不能说死 但马总统话却说得白 在考虑公共利益法官不能撤销行政处分 法律学者和环保团体认为这是在质疑司法 也批评总统评论法院已经判决定验 并仍在进行其他诉讼审理的个案 不只不恰当更让法制体系失序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恰当 这个防线一旦被打破之后 那么我想整个我们的这个法制 就会进入一个失序的一个状态 那他今天跳下来 针对一个具体的司法个案 去为行政背书 这样无形中其实已经替司法造了一个 造上一个无形的井窟咒 尽管马总统拿出行政程序法 更颁出大法官解释 政府要依照信赖保护原则 维护公共利益 不过学者指出环境跟人民的健康 也是公共利益 更该受到保护 总统的说法有误导之嫌 他可能谈谈公共利益 可能只是这个厂商的利益 这样的一个讲法呢 其实才是把经济利益呢 某种程度的无限上纲 到完全不可动摇的一个程度 环保团体痛批 从环保署国科会行政院 一路不服司法判决 和裁定带头违法 而理应维护司法行政 立法独立运作的总统 如今却也加入行列 公开指点司法 这已经伤害了台湾的民主法治 记者林静媒 邱福彩 陈庆中台北报道 对意们社会人员 相对感言 把推特账地推特广 有限预压的看一下 被误导于沟船 时台北报道